来 来 来 评论一定要了啊 那好 回头见啊 好嘞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大冷间哪 没事 你们是中原员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啊 破了你一声 我家店铺就在前面 你要不跟我回去换一身衣裳吧 衣裳都是成这样的 不如就听这个姑娘吧 那就劳烦夫人了 咱们走吧 走 我夫妻要见到你们啊 一定倍感亲切 来 来 跟我来 你冷不冷啊 要不我帮你拧拧吧 不用 到没到啊 咱走半天了 姐姐 这不到了吗 就这儿 就是这儿了 来啊 当家的 来客人了 我把你去忘了 这就是我们家店铺 当家的 这是我刚才在路上 遇见了几个朋友 我不小心 把她衣裳给弄湿了 就带她回来换一家 还是这么鲁莽 姑娘请见谅 不好意思 先生 方才偶遇嫂夫人 叨扰了 几位可是中原人士 我们是从中原樊京来的 在下离家数载 日夜思乡 今日见到几位 真是倍感亲切 何来叨扰之说 公子贵姓 在下父姓欧阳 这位是霓裳姑娘 承天兄弟 这是小鹿 那快快有请 请 各位请进 好独特的香气啊 这儿就是我们家店铺 香草堂 要不我带各位看看 好 好 好 这里啊 就是我们家问诊台 当家的就是在这里 给每位顾客问诊 这就是具有美颜功效的 香薰丹 你们闻一闻啊 气味特别香 这些是我们西州 特有的香粉 没见过吧 这些都是我们香草堂 特制的胭脂和水粉 种类特别地多 我跟你讲 姑娘和夫人们 都可喜欢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制作 胭脂水粉的 蒸草药材 有添麻 泉草 雪莲 胆木 对了 还有这些 具有药用功效的香膏和香脂 这就是我们家的后堂了 怎么样 不错吧 请问 姑娘这脸上可是有伤 先生会也 是意外之伤 虽然姑娘戴着面纱 但姑娘脸上这伤 依在下的出判 治疗已早不宜迟 如若信得过在下 十日之内 定让姑娘的脸 恢复已不出 十人 姑娘这手伤也有伤 没错啊 先生 先生您可通医术啊 是 如若姑娘信任 姑娘这手 在下也可一并治了 先生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但萍水相逢 彼时叨饶 就不再劳烦阁下了 先生 霓裳愿意一试 霓裳 你可没有试过西州的医术 万一 纵然失败 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可是 欧阳公子 我家夫君当年在梵京城啊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大夫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不必多说 让霓裳姑娘试试也有何妨 在下自从来到西州 见此地的助研之术 极受推崇 其要理奇巧便多加琢磨 其实中医与助研之术 本就互为贯同 相互传承 况且 依在下的卓颜 姑娘脸上这伤 并不难治 那就拜托先生和夫人了 还不知二位该如何称呼 失礼 在下江平川 这是我的夫人阿苏娜 劳烦江大夫和江夫人了 你叫我阿苏娜就行了 对了 姑娘 你衣裳还是湿的 赶紧去换了吧 几位既然到了这里 便是和我夫君有缘 要不就在这儿小歇几日 我们家虽然不大吧 屋子还是有几间的 我夫君已经离家多年 但凡是看着从梵京来的 恨不得拉着每日续扒回旧 倒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 你们的到来 解了他的思乡之苦啊 还是夫人比较体贴 几位就不必客气了 暂且在寒舍住下 您可想好了 要留下来医治 我相信江大夫的医术 既然江大夫这么有把握 那想必肯定不是随便说说的 那要不咱们试试 是 感谢江大夫的诚意相邀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我们可不会 在这里白吃白喝 稍后我会让小鹿 把房钱和饭钱一并交过来 这点小事以后再说吧 几位请随我来 后院请 这边啊就是我们家后院 几位请跟我来 放心吧 什么 我会陪你把伤治好 不论多久 有刺 霓裳姑娘 你就住这间屋子吧 怎么走的 里面有很多衣裳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赶紧去换了吧 这间屋子比较大 欧阳公子你就住这儿 你们俩呢 就住这间屋子吧 有什么需要啊 尽管跟我说 不必跟我客气啊 让夫人费心了 姐姐叨扰了 这才对嘛 妹妹 你脸上的伤 需要的药膏 我夫君今儿晚上 就能熬好 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敷上 我再去给你熬一壶 海棠冬枣茶 对你的伤口愈合呀 非常地有好处 多谢姐姐 那药膏 真的会有效果吗 公子如此关心 想必我妹妹呀 一定是你心上 最要紧的人 要不这样 如果我妹妹脸上这伤 恢复如初了 你便立马娶了她如何 说话都这么口无遮拦的吗 人家就是跟您瞎开玩笑 王爷您瞎开心什么呀 我没有玩意开心的 你自己说 走 看王爷去 走